大家可能想知道給小朋友什麼早餐 上學會比較專心或有能量 首先要留意他是不是真的夠睡 因為不是吃什麼都不夠精神 晚上真的要早點睡 另外一早起床沒什麼胃口 有些小朋友會覺得不想吃早餐 有些小朋友習慣吃早餐 其實他會覺得想吃 可能跟媽媽一起吃就會有心機吃 如果自己一個人在吃 他可能會覺得沒什麼胃口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媽媽跟小朋友一起吃 另外早上已經很趕時間 究竟怎樣做早餐才會小朋友又吃又簡單 要留意因為有些小朋友 球籠好像很細 好像吞不到東西 會乾一些 如果給麵包吃 其實你做得多漂亮 鋪上牛油果都吃不到 我們就可以做些濕濕的東西 譬如一些通粉 當然是雞絲 山菜絲 加通粉 這些當然是完美的 可以煎一隻蛋給他加通粉 其實為什麼要吃通粉 因為我們腦部需要一些糖分 就是葡萄糖 葡萄糖是供應能量給我們腦部 而我們腦部只是喜歡用血糖 其他的蛋白質或脂肪 不是供應營養給我們腦部 我們吃些澱粉質才可以令到腦部有營養 有精神 不用怕他們吃了澱粉質會黑眼睡 反而他們更加有能量 所以吃一些通粉濕濕的 其實他們比較容易吃 但如果有雞絲又吃很麻煩 我們就可以輕輕查一下快熟的通心粉 倒入水 加快芝士進去 芝士會溶 然後混合通粉 就會有芝士味 又會容易入口 另外有些小朋友都會比較喜歡 例如早上吃班戟 覺得好吃一點 有趣一點 我們也可以買一些現成的班戟 就這樣焗熱或煎熱 這樣就可以給小朋友吃了 但要留意早上也不能給太甜的小朋友吃 因為太甜的食物會令到我們的胃部 會有很多糖水和甜的食物 會有水份進入胃 會覺得胃部很困難 很頂住不舒服 我都會建議不要太甜 令到他們的胃部舒服一點 不然就很容易早上吐了 另外太冷的食物也不好 例如有些喝奶的時候 就會冷在冰箱裡拿出來 加些粟米片 可能就是最方便的早餐 其實冷的奶也會令到我們的胃 因為他們的最終溫度不足夠 變成消化力弱了 我們都會覺得胃不舒服 很容易小朋友回去就沒有精神了 因為不舒服 所以我都建議一些奶 放在室溫一會兒 回暖一點才給他們 甚至有些媽媽覺得要有抑生菌 給她一些乳酪吃 我也不建議 因為一早起床 肚子充胸胸 吃了甜又冷的東西 當然是有不舒服 我都會建議要不然煲熱少少奶 加些雞蛋蜜皮 濕濕的當作早餐 又或者可以吃些饅頭 甚至可以把麵包加些水果 例如香蕉夾進去 可以令到小朋友有香蕉飛碟 這些都會濕潤一點的麵包 不用說很複雜